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要是有什么疫情 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们第一时间给我这个关心 我们的生日现在 就在一月一个月二度 七个年了 退休了 没事了 可不可以就溜了窝呗 谈的感情呗 网友 像我是在国外疫情 有一段时间回不去 然后有的朋友是 在武汉 特别难撑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就互相扶持吧 最新人是他 还没有见过面 我们俩就相约去韩国 看演唱会 有些朋友爱好 所以才能会成为朋友吗 老乡呀 刚来北京感冒的 特别无助 买药都起不来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他过去 帮你买买药 做不快 在这边很少 尤其是工作了以后 圈子比较小 特别像有一千多人 但是真的 都是工作上 带头靠一只人 你肯定不去买 没有朋友 你到哪地方都会活着 不用想着说 一定要跟他保持联系 但是你们互相需要的时候 那个人永远都在 总能够陪伴你 不管你发现什么样的负情绪 都能接纳你 过去就是动不动的 随随便便的 都觉得自贵 这些好兄弟 就是混乱之交 看你未来还能够经历什么 你闭眼睛就会 就会想到他们 让我感觉到很疼 像我们这种可以好吃好在的这种人 为什么要跟他去蹲山 就像一个歌词 在没有行人的道路上 你炙热的光芒 永远光亮 永远热泪淫光 楊春风就是这种人 反正我认为他会永远 活在我心中 永远 张经川 昆明人 登山爱好者 那个让他想起来就会痛的朋友 是他的山友 八年前 他们在巴基斯坦攀登南加峰时 遭遇恐怖分子袭击 十人被枪杀 张经川是唯一的幸存者 2013年6月23日凌晨 一伙塔利班恐怖分子冒充警察 对巴基斯坦南加峰登山大本营 发动袭击 张经川和队友们 在睡梦中被武装分子拖出帐篷 没有任何的征兆 短短几秒之内 武装分子将枪口对着了他们 大概就是一两秒钟吧 子弹上膛 拉到枪上以后就直接就开始走 同时我这边的枪也想了 就是在枪声响的这一刹那 用这个手激我后边 这个人也没有回头 马上就疯狂地就趁直自行 我这一枪 它就是子弹插着头皮过去 我下打一公分半公分 我也觉得和他们一样 张经川捡回了一条命 同行的队友则全部罹难 其中包括中国最顶尖的 民间登山者杨春风 饶建峰 作为他们的生前好友 也是此次事件唯一的幸存者 张经川始终无法接受 两人以一种与登山无关的方式死亡 杨春风 新疆人 是国内有名的职业登山家 南加峰 原本是他将登上的第十二座 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峰 如果顺利 他会成为中国第一个 登完全球十四座海拔 八千米以上高峰的人 在登山圈里的人看来 杨春风更像是为登山而生 1998年 他关闭了自己的中医诊所 成为了职业登山人 这个45岁的中年男子 体重不足一百斤 平日里过着苦行僧事的生活 对登山近乎痴迷 他不拘小节 生活没有规律 每一次爬山的时候 让他抽的烟都是我要把它准备好 你准备六条他抽完了 他就像叫花子一样的 到处去剪烟桶 所以我这次跟他 准备的比较多一点 2005年 在攀登海拔七千多米的 牧师塔格峰时 张经川第一次碰到了 作为领队的杨春风 二人一见如故 两年后 杨春风约张经川挑战 第一座八千米以上的高峰 朱姆朗马峰 我做了试验 就自己非常想要一件 物质上的东西 拼命地去得到它以后 不会太长的时间 这个幸福感 和这个满足感就会消失 但是一座八千米 这种幸福感 在回顾的时候 心里面充满激情 登山界有句名言 無兄弟不登山 在数次生死考验中 张经川和山友们 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2012年7月 张经川和饶建峰等好友 加入杨春风组织的 海外八千米的登山队 挑战难度最大的 世界第二高峰 乔格里峰 他们成为三年来 唯一一支 成功从南坡登顶的队伍 然而下车途中 张经川等四名队员 突然滑坠血压 就在队友们绝望之际 奇迹发生了 垂直下降了400多米的 张经川等人 掉落了一个冰裂缝 在8100米高的万丈深渊边 停了下来 老大见到我就抱头大哭 因为他觉得肯定我不在了 老杨当时也哭了 他每一年都要到我们家 到我们家都是我母亲给他做饭 然后母亲一直在他面前念叨 就叫他不要再登山了 不要带着我儿子登山了 所以他的压力很大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挂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怎么去面对你的家人和你母亲 下山后 杨春风特意带着张经川 去了乔格里山脚下的一处墓地 在这里埋葬着70多名登山遇难者的遗体 后来的登山者都会前来祭奠 当时他指责俄罗斯队的四个队员 因为华罪四个队员全部都牺牲了 他就指责四个人说 你差点就是像他们一样的 如果你成为这个 那我就是这个 因为我非常清楚他说的这个那个 俄罗斯登山队四个队员滑坠以后 队长通过队讲机 就说他们的已经牺牺牲了 我也不会再回来 他用这个势力 当时我很感动 我就在笑 说你迟早是要挂的 你挂了以后我帮你做一个同牌 做一个像这种的同牌 安好 他说一定要读经 然而杨春风的这句话 亦语成称 2013年 杨春风等人再次决定 挑战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 世界第九高峰 南加帕尔巴特山 说下去 你好 吃早餐了吗 没有 还没有 你刚刚睡醒是吧 睡醒 6月23日凌晨 厄运降临 杨春风和饶建峰等十人被射杀 而张庆川侥幸逃脱 我这一次到杨春风家 其实我觉得杨春风并不痛苦 不到一秒钟 痛苦的是家人 是爱你的人 如果我们这种 会追求这种 如果不管不顾的话 真的只是把痛苦留给爱你的人 这是我们在体现 勇敢精神境界的这个同事 所要面对的 不可逾越的高山 不可逾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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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 65岁的香港福利院老社工陈振辉 因癌症去世 这名生前在福利院 照顾了30多年老人 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 一位猫仔的普通社工 葬礼上却意外地出现了 众多香港社会名流 就连警方也闻讯感到 直到这时 很多人才第一次得知 这个平日里为人谦卑和善的老社工 年轻时竟是香港黑帮中 赫赫有名的蛊惑仔 我们当时很多人 有白镜人来 警察部又打电话来 第一件事问 是否陈晨芝帮他 搞了那些商励 我那个搞又不是 是那些家人搞 是那些家人搞的 他问我陈晨芝会不会到 我说你告诉他 我一定会到 我问这张相拜他 警察知道 分野馆 爱变很多 买个道来 手帕埋场 抄身 登记 我跟陈晨芝去 他们 你们也来了 就什么也不用 很杀戏对我们很好 李兆基 香港著名演员 常被称为四大恶人之一 客串的江湖大佬形象深入人心 陈慎芝 曾经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荣誉州务卿 两人之所以出现在老蛊惑仔的葬礼上 是因为年轻时 他们和猫仔一样 都加入了香港黑社会名震意识的 慈云山十三太保 60年代的香港街头 社团内部和帮派之间的火兵戒斗 时有发生 凭借出手凶狠 人多势众 慈云山十三太保出道不久 便在香港黑社会中声名雀起 成为当时说一不二的老大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多次被捕 案底累累 其中颇重江湖一起的猫仔 就曾两次替大哥陈慎芝入狱 抚刑六年 猫仔的花名 那时我们的年轻人叫乡雅仔 因为他乡雅下来 我很小在一起 我们大家姓陳 他是一个很能打的人 我跟他打过两次警察 一次他逮捕了 他全都认了 第二次又整班逮捕了 他又帮我认了 我们四个人 四个五个 想起他全都认了 放了我 他头尾两单 坐了六年 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蛊惑仔们 在外人面前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但其实内心却对死亡极度恐惧 渐渐地开始用白粉麻醉自己 腾令人闻风丧胆的慈云山十三太保 逐渐变成了一个个日渐消瘦 无精打采的吸毒道友 很快 追随他们的蛊惑仔们纷纷离去 这些名震一时的江湖大佬 彻底沦为了丧家之犬 1977年 李兆基因为盗窃 再次被捕入狱 那时有着近十年吸毒史的他 他早已重盘清理 一名牧师主动找到法官 提出要将他保释 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名牧师正是曾经带他入道的 江湖大哥陈慎芝 法官又问我 如果我给他机会来这个街道 你可不可以保证他两年 我说不可以 接着他妈妈坐在我旁边 我说起床了 我说法官大人 他妈妈这么想 可以可以 我说不可以 我说不过法官大人 如果他肯来我 肯信耶稣不要说两年 十年 二十年都可以 法官说嗯 陈慎芝之所以如此笃定 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与李兆基的经历 几乎如出一辙 1970年陈慎芝的父亲 去世他第一次萌生了浪子回头的想法 然而四年的时间 他尝试了各种药物戒毒 却都以复习告终 1974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慎芝来到香港基督教开办的 福音戒毒所 在教会里的兄弟姐妹的帮助下 他开始每天向主祷告 忏悔自己的罪恶 有人说戒毒 如何辛苦 我讲以难以形容 你的骨骼 骨骼 好像有针在那里挑 發冷發熱 嗷嗷 那种辛苦的 就是那几天里面 一个我一个我 那当然 福音戒毒 特別信耶稣 你认罪悔改祈祷 有都不是我 祈祷怎麼樣 當我认罪悔改祈祷 是不是很舒服 不是 肉体一样是辛苦 但是我心平静就静了 1975年圣诞节 戒毒成功的陈慎芝正式受邪 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此后他开始寻找 当年在江湖上的兄弟 劝说他们向上帝忏悔 重新做人 在他的努力下 出狱后的李兆基喜心革面 并签约香港无线电视台 当了编导 猫仔也成功通过福音戒毒 信奉基督 决定终生在福利院做社工赎罪 而陈慎芝这个曾经赫赫有名的 江湖大佬 也就此成为了声名远播的牧师神父 1987年 因其在戒毒领域的突出贡献 陈慎芝当选了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2014年8月 陈慎芝主持了猫仔的葬礼 李兆基与一帮当年的老蛊惑仔们 组成了一个唱诗班 送他们的老朋友最后一程 带着电视台 心必整 我又为组 现在 这个想法就舒服了一点 就是 在上面还有个一张 我认识了陈振碧猫哥 真的几十年 我和他出生入死 但是现在我们在耶稣里面 是出死入生 他和我说一句话 他说华哥 不用难过你有癌症 他说我很开心 因为这三十年 我过了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再不是道友 再不是监督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每天睡觉早上起来 或者半夜就哭着就醒了 我媳妇感觉是不是又打仗了 一夜就梦了几个梦 就梦见说我把这个墙丢来 找不上到处找不上 拿去呢 下一步就回来了 好的好的好的 我单位还定常调查完 这个转业军人 推伍军人这闹事你可不能参与啊 你常给我做这样的工作 我说不用跟我讲 我闹什么我闹 我凭什么去闹 我说我现在就好着呢 李国盛 马志军和督炎成 三个奔波在不同城市的中年男人 每到夜深人静时 他们都会闯入一个极为相似的梦境 梦里反复出现的是一场 异常惨烈的战斗 而这个梦已经整整缠绕了 他们三十多年 1986年底 驻防老山前线的兰州军区 四十七军 计划选拔作战能力最强的战士 组成一支赶死队 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诈会越军 167高地上的所有防御攻势 并将洞内驻防的越军 一举歼灭 战斗被命令为黑豹行动 1987年1月7日 在后方炮火的掩护下 赶死队员们冲上了167高地 在长达十个多小时的 惨烈战斗中 这支31人组成的赶死队 最终九人阵亡 2014年初 庆存的赶死队队员们 来到了西安烈士陵园 看望在黑豹行动中 牺牲的战友郑武军 郑武军 我们几个战友来看见了 一级攻 一同赶来的 还有当年的赶死队队长 郭继俄和通讯兵宋飞 两人与郑武军 同在一个战斗小组 见证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这个八八字电台不管用 听不到声音 我问你干嘛用旗鱼指挥吧 旗鱼指挥去了 怎么指挥的 炮弹 一拍炮弹就过来了 有一发炮弹就直接落到他跟前 就把他整个就掀起来了 所以每一次就是默哀的时候 看到他们骨灰的时候 我都特别那个声 我就觉着看着是他们的尸体 郑武军喜欢文语 喜欢体育 还写个啥稿 老在跟我们报 我们猛军报里面投个稿 后来听说他家 他父亲还是个军干部 特别老实的一个小孩 白白净净的 郑武军的那首歌 也一听人心酸 开追悼会的时候 放他录音带的时候 等到凯全的那一天 自己编的那个歌还是 特别好听 告别了父母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亲爱的姑娘 难说我难分千一年年 四段情思在何方 1987年初 黑豹行动结束后 31名甘子队员 都被授予了一二等功 他们所在的联队 也被中央军委授予了 英雄四连称号 幸存的队员们 被解放军报广泛宣传 经历了生生死死 这些原本前途无量的 敢死队员们 大多选择了退伍回乡 尽管已年过半百 他们始终难以释怀 当年牺牲的战友 十年19岁的傅志宏 从入伍到进入敢死队 一直在郭继娥的手下当兵 面对即将落下的炮弹 傅志宏推开了郭继娥 而他自己就牺牲在了郭继娥眼前 等我们回车的时候 他母亲嘛 还有他姐姐 他姨吧 还是几个人到部队去了 那时候我也接待着他们 可能也有点 心里有点觉得 对不起战友 后来就是到烈士墨上少少 谁的家我也没去看过 在牺牲在烈士 怎么去啊 人家你活着呢 人家牺牲了 被炮弹击中牺牲的 喷火兵西文华 与宋飞同年入伍 两个人又是兰州老乡 相互间感情极深 西文华牺牲后 悲痛万分的宋飞 亲手将他抬下了阵地 活着的时候 我们平常在一起生活训练的时候 那些情景就在脑子里 西文华我们副团长 那梅团长骂西文华训练的时候 屁股跌那么高 你看我那啥历历在目的 就是他活的时候 完了他死的时候那个样子 我拉他 把他露到他肠子 我把肚子里装到他肠子那些镜头 哎呀 想起来那眼泪就出了 2014年初 在西安烈士陵园 看望了牺牲的战友后 这些当年的赶死队员们 在陵园门口一字排开 队长郭继额 与当年出征时一样 逐一点了31个战友的名字 马志军 到 李果社 到 宋飞 到 杜源成 到 郑武军 到 马战复 到 李秋平 到 严肃军 到 林建青 到 萧一波 到 段时杰 到 韩永明 到 刘自强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在寒冷的夜里迷失方向 希望你有篝火和月光 如果你在暴雨的海上 遭遇风浪 希望你有小岛和照样 如果你在漂泊的途中感到迷茫 希望你有一站和远方 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包含悲伤 希望你有钥匙和梦想 是什么人 陪你成长 是什么事 让你难忘 是那首歌 你总轻轻唱 是那段情 让你温暖又坚强 总有个人 陪你成长 总有些事 让你难忘 那些冷暖一刻尽时光 那段岁月 你让它紧紧丢堂 刀挺不容易的去年这一年 都是稀罗糊涂过来了 有很多思考的时间 你自己预想的要好一点 自己来一点特务 之前一直想换一个工作看一看 但2020终于卖出了这一步 我能够自信 我能够自信